正效力于斯坎迪奇的朱婷 近期算是转会留言不断 有留言称马基夫银行愈合斯坎迪奇强朱婷 也有留言说朱婷将续约斯坎迪奇 还有留言表示朱婷将回归征战牌超 备战巴黎奥运会 不过无论是哪一种留言 暂时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来证明 依旧停留在传闻方面 而朱婷下赛季的归属 也确实是这三项选择最有可能 那么朱婷该怎么选最有利呢 众多球迷认为朱婷续约斯坎迪奇是上加选择 在朱婷手腕伤势还未痊愈时 斯坎迪奇给了朱婷机会 而在一假联赛中 斯坎迪奇更是把朱婷视为绝对核心 之前甚至有传闻表示 斯坎迪奇有意满足朱婷的所有要求来续约朱婷 这足以看出斯坎迪奇的诚意 而朱婷在斯坎迪奇队内已是渐入佳境 下赛继续约斯坎迪奇绝对是不错的选择 当然重回瓦基夫银行也被不少球迷所支持 不过在小编看来 如果在朱婷手腕还未彻底康复 选择重新流洋的那时间段 瓦基夫银行绝对是小编认为 朱婷去向的第一选择 毕竟朱婷和瓦基夫银行合作的三年 有着极为美好的回忆 可惜瓦基夫银行放弃了还在养伤的朱婷 如今朱婷逐渐摆脱伤病 以后才又有了引进朱婷的想法 在小编看来 属实有些势利眼 除此之外 瓦基夫银行对待埃格努的态度 更是令人看到了瓦基夫银行的心胸 朱婷加盟 表现好还好说 一旦达不到想要的成绩 朱婷恐怕也要遭受埃格努一般的禁语 至于重回牌超 在许多人看来这是最糟糕的选择 无论是加盟哪支队伍 要知道之前朱婷为了备战东京奥运会 而选择回归牌超 遭遇伤病虽说是意外 可在牌超联赛中 朱婷几乎得不到任何的历练 反而是拖累了自己 虽说2024年依然是奥运年 让朱婷早些回国 备战奥运会看似是不错 可相比于长时间的集训 笔者更看好朱婷在世界顶尖联赛中断练 这不仅能让朱婷以赛带练 保持良好的竞技水准 甚至还有可能让朱婷更进一步 找回昔日的巅峰水准 以目前朱婷所表现的实力而言 他显然还没有恢复到自己的巅峰水准 进攻方面 朱婷貌似还是有些担心自己的手腕 发力不是特别彻底 算是心理上还有一些阴影 另外就是一传方面 由于之前较长时间的缺席赛场 朱婷的一传手感不是特别好 在一传到位率等方面还不算出色 可是从近几战来看 朱婷的状态已经是越来越好了 如果朱婷能在下赛季继续留在斯坎迪奇 征战役假联赛的话 小编认为朱婷有着十足的把握 恢复到受伤之前的巅峰水准 这对于中国女排才是真正的利好 虽说现在说朱婷下家还为时过早 可如果下赛季时 朱婷能续约斯坎迪奇为最佳 重回瓦基福银行次之 回归排超备战奥运 则是最糟糕的选择 如果可以的话 朱婷还是以赛代恋为家